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澳大利亚看天下节目 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的背景下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属鼠的《自己自足国防姿态振兴法》 正试图将国防产业推向自己自足 并吸引外国武器制造商进入这个东南亚国家 这一举措不仅是应对日益紧张的南海局势 也显示出菲律宾在寻求更大国防自主的决心 同时,六个国家正在北旅送到沿海 进行名为SamaSama的联合海军演习 这不仅是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压力的直接回应 更是加强各国间合作与信任的重要一步 美国海军高层强调 这场演习的目的是增强互操作性 而非针对特定国家显示出一种防范与威慑的策略 而在太平洋另一端 吉里巴斯对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 发出了罕见的批评 强调该地区并不欢迎这种行为 并呼吁所有国家停止武器测试以维护和平 这一声明反映了吉里巴斯 在中美竞争中的微妙态度 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国际局势不断变迁的时代 菲律宾正努力在其国防政策上迈出重要的一步 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签署了一项名为 自己自足国防姿态振兴法的新法律 旨在发展当地的国防产业 吸引外国武器制造商进驻这个东南亚国家 这项法案的出台 正值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的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两国舰艇在这条重要水道上多次对峙 各自主张对该水域的重叠主权 马克思在签署仪式上表示 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前进步伐 尤其是在当前地缘政治变化和不稳定的背景下 这项新法律不仅旨在减少菲律宾 对其他国家供应链的依赖 还为在菲律宾设立房屋设备组装的制造商 提供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 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提升国防自主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 菲律宾正与其他国家联合进行军事演习 以加强彼此间的合作与信任 正当中国在南海及台湾周边 加大军事活动强度之际 菲律宾 美国及其他四个国家的武装部队 在北旅送到沿海 展开了一场名为Sama Sama的联合海军演习 意味团结 此次演习吸引了近一千名来自澳大利亚 加拿大 法国 日本 美国和菲律宾的海军官兵参加 旨在展现各国的海军实力 美国海军准将托德·西米卡塔强调 与主要盟友建立伙伴关系能够创造威慑效果 但这些演习并非针对任何国家 而是为了提高互操作性 这次九天的高强度演习 专注于反潜 海面和空中战斗 展示了各国海军的专业协作能力 参加演习的舰艇 包括美国海军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霍华德号 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 及护卫舰温哥华号CH-148旋风直升机 日本的新梅瓦US-2两栖飞机 和川崎P-1海上巡逻机 这场演习正值中国在南海争议区域 进行空中和海军演习 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同时 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小岛国基里巴斯 也对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 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基里巴斯总统办公室 对中国为事先通知其洲际弹道导弹试验 表示不满 并强调太平洋的公海并不是 孤立的海洋口袋 基里巴斯的这番批评 尤其是在中国与其建立密切关系的背景下 显得尤为不寻常 基里巴斯总统办公室的声明中指出 基里巴斯并不欢迎中国最近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 尽管基里巴斯透过声明 呼吁所有国家停止这类武器测试行为 以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但在中美两国的影响力竞争中 基里巴斯的发声无疑显示出 其处于国际舞台上的微妙立场 作为一个拥有广大海洋区域的小国 基里巴斯正试图在中美两国之间 寻找一个平衡点 这一系列事件清楚地表明了 地缘政治的复杂性 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全球战略棋盘中 处于边缘的国家而言 菲律宾与基里巴斯 在各自的地理位置和国际关系中 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挑战 但他们都在为确保未来的安全和发展而努力 随着国防自主政策的推进 菲律宾希望能够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中 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而基里巴斯则试图通过发声 为其在国际社会中赢得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这些步伐无不体现出 区域安全合作的重要性 以及各国在共同面对未来挑战中的角色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 马克思瑜近期签署了一项重要的法律 旨在推动该国的国防工业自给自足 并吸引国际武器制造商在当地设立工厂 这项名为自给自足国防姿态振兴法的新法案 主要目的是减少对外国供应链的依赖 并在地缘政治不稳定的背景下增强国家安全 该法案出台的背景 与菲律宾在南海地区与中国的紧张局势密切相关 南海是一条重要的国际水道 长期以来中国与菲律宾在此地有重叠的主权声索 并曾多次出现舰艇对峙的情况 为此菲律宾希望通过发展本地的国防工业 来减少外部对其国防政策的影响 并获得更大的自主权 该法律还包含激励措施 如税收减免 鼓励国际防务设备制造商 在菲律宾设立组装厂 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菲律宾的国防自主性 还能带动国内经济的增长 在这一政策变革的同时 菲律宾与美国及其他盟友 加强了军事合作 特别是在海军演习方面 近期 在北里宋岛沿海 菲律宾和来自其他五个国家的海军 联合举办了SamaSama演习 这次演习专注于反潜 海面和空中作战 参演国包括的美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法国和日本 这次演习意在提升多国海军之间的互操作性 并强调通过军事合作来达到威慑效果 尽管演习不是针对任何特定国家 但正值中国在南海进行军事演习 使得地区紧张局势升温 这种背景下 菲律宾通过扩展与盟国的军事合作 展示了其在国际安全框架下的战略取向 在更广泛的太平洋地区 中国的军事活动也引发了其他国家的关注 比如 吉里巴斯对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 提出了罕见的批评 强调的太平洋不是一个孤立的海洋区域 并呼吁北京停止此类活动 以维护地区和平 吉里巴斯的反应显示出 太平洋岛屿国家对于大国军事行动的警惕 并希望维持其对外政策的独立性 这些发展反映出 在当前的地缘政治格局中 国家对于防务自主和国际合作的需求 愈加迫切 菲律宾通过立法推动国防自给自足 以及加强与盟国的军事联系 显示出其在面临复杂地缘挑战时 追求的一种平衡策略 同时 这也为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 增添了新的变量 值得国际社会持续关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菲律宾推行自己自足的国防政策 无疑是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的双重投资 通过吸引外国武器 制造商设厂 能够减少对外依赖 增强本地制造能力 这不仅能提升菲律宾的军事独立性 还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促进经济增长 楚老弟 这法案听起来不错 但谁来提供这笔巨大的投资 菲律宾的经济条件 能否承受这样的军事开销 别忘了 这看似自己自足的政策 也可能成为外资巨头赚钱的工具 最后还是的依赖外国技术和资金 未必能真正提高自己自足的能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菲律宾最近签署了一项名为 自己自足国防姿态振兴法 的新法律旨在推动国防产业的发展 和国防自给自足 这项政策的推动与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的紧张局势 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双方在这一区域的主权争议已经持续了多年 菲律宾希望通过强化自身国防能力 来减少对外部力量的依赖 这不仅仅是出于国防考量 也是一种经济战略 因为吸引外国武器制造商进驻 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 马克思总统强调 这是菲律宾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的合理前进步伐 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 菲律宾、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和日本的海军 在吕宋岛附近进行了一次名为 SOMER-SOMER的联合海军演习 这些演习强调了反潜、海面和空中战斗能力 意在展示各国海军的合作和互操作性 并产生威慑效果 尽管强调这些演习并不针对任何国家 但他们显然是对中国在南海及其周边军事活动的回应 这些演习同时也是对区域安全形势的积极应对 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 以维护世界和平 这是对该地区无核化承诺的坚持 这一系列事件显示出在当前的国际舞台上 各国正面临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 菲律宾通过推动国防自主和进行多国海军演习来提升安全和经济利益 反映出其在中美竞争背景下的策略调整 而基里巴斯对中国军事行动的批评则凸显其在大国博弈中的立场选择 尽管它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仍然对军事扩张持谨慎态度 总之 当下的国际局势要求各国在安全和外交政策上更加灵活和务实 在当前地缘政治变化中 菲律宾和基里巴斯的不同策略显示出小国如何在大国竞争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 这些举措不仅关乎当下的国家利益 也将影响到未来的区域稳定与合作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